草原 也是在臣民 对我的情感上 而且对我的艺术上 它是有一定的推动中 我的风格的演变 也是因为江南画画了很多很多 画了很多绣衙的体制 在一到草原上以后 它整个的雄魂之心 是逼着我要去改变一些 自己的一些艺术上面的风口 所以当时就是开始是用数目来画 一直到现在为止是几年过去 应该将这片统地给了我一种 再去研究再去探索的一种推动力 感谢观看